嗨朋友我是逸子 今天我們開禮物隆重有請 國發STAR SUPERNOVA 叮 SUPER SHY SUPER SHY 登登登登 這個呢算是一個相當炸裂的 直接開給大家看 機甲 裡面 就這些 主機 T8手 然後Type C的線 3.5mm 一個小工具包 然後沒有充電頭自己買 它很精緻耶 我以為我在開玩具 但其實它是個藍牙音響 機械小怪物 你看它推推這樣子 感覺好像會走 超級Cyberpunk的設計 不會喔 它不會走路 它這個外面是 三根支架 還有腿 腿的地方呢 都是心合金的 中間這一圈 塑膠的材質 然後這邊做了樓空的 這個很像是擰真空管的設計 正面呢 就做了一個很像它的心臟 你看這裡有寫STRR 然後上面是GUABA STAR 然後往後呢 是有兩個孔 一個就是Type C的孔 一個是3.5mm的孔 真的就很像是一個 模型玩具 但是我覺得又更重手一點 燦燦 1065 1065克 一公斤多 上手的那個感覺是蠻紮實的 來到這個推 這邊呢 它是有一個關節可以移動 1 2 4 一亮節而已 這樣子不好看 應該還是要打到全開 然後雖然看起來有兩節的關節造型 但只有一節是真的可以移動 那底下呢 有一個小墊片 好來 再來它這個盒子裡面有附一個 提把手 這個把手呢 你就可以把它裝在 其中一根桿子上 它上面有兩個螺絲孔的洞洞 所以你就把它這樣靠上去之後 用它的這個小工具包 我把我自己陷入一個 難題裡面 裡面呢 就是有三個螺絲 加上一個內六角 然後就把它裝上去 這螺絲有分長短嗎 不然它這會突出來 這樣 提把手就裝好了 你就可以像這樣子提住它 然後它把手是有一點鋸齒 再加上一個洞洞 就看你是要勾在牆壁啊 還是就是掛在銀區 應該都可以用 好的 發手 如果覺得沒有發手比較好看 我要把它拔掉 全部拔掉 好 迫不及待 趕快來開機看看 這個音效 原神啟動 原神 這是我新的 啟動 超可愛的 我有一種登入感耶 然後馬上亮這個燈 你看 這是單音顏色的 切一下就可以一直換不同顏色的燈 這個選色程度蠻飽和的 我很喜歡 紅色 橘色 黃色 綠色 藍色 深藍色 紫色 哦 腿推這裡 你看 腿推這裡也是一個燈帶耶 我覺得紫色最好看 好 按兩下可以切換模式 然後這個是我最喜歡的 就是它會自動漸變顏色燈效 然後不同的腿會有不同顏色 你看 是不是很 founcy 好帥喔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關燈看看它 我們來關燈好了 關燈很有感覺啊 好喜歡喔 再換下一個燈效看看 哦 這個很像那種煤氣暖爐耶 就是這樣 中間有橘色紅色的這種漸變燈效 就譬如說錄影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掛在一個地方 這樣掛起來 就有點像是點一個那種沒有燈的感覺 就說它真的很像火嗎 倒還好 因為就是我以為它會有那種 噓噓噓噓噓噓 就是火的 什麼聲音 火的呼吸的聲音 好 開燈 連接上它的藍牙 藍牙是5.3 超級低延時 然後到你20公尺遠的地方呢 都可以連接的上 那它裡面呢 有一顆0.5吋的獨立高音單體 然後總共可以做到25瓦的功率輸出 放一下音樂給大家聽 一個我很喜歡的歌手 YAMA 我其實覺得蠻立體的啊 你聽到那個人聲 是蠻立體 蠻有穿透力的 當然YAMA唱歌也很好聽 YAMA我愛你 就是還不錯耶 那我們再聽下一個好了 這首是來自上榮 抽我愛你 過了像那樣 像那樣的當 那樣的說話 我覺得0.5吋的高音單體 然後可以做到像這樣子的音質表現 然後還有它剛在低音上面呈現 那種穿透力 跟它整個功率輸出的音量大小 我覺得其實蠻不錯的耶 是超過我原本對它的期待 因為它長的就是好看型的嘛 可是它有這樣子的表現 算蠻渾厚的 再聽一個 既然它是這種Cyberpunk的設計 我放一個Cyberpunk 2077 我覺得它在低音的時候 那個共振的感覺很明顯 我整個心跟著它蹦蹦蹦的說 這就是我要的音像 OK 它連就是它的EQ設定呢 也就是更適合讓你播放這種 這種風格類型的音樂 這個共振的感覺 我想到我可以幫它放一個東西 這是我自己私場的影片 天啊 天啊 你有沒有聽到嗎 這個是我個人私心也很喜歡 I can do this all day I can do this all day Krista 聲音呢 滴滴的 Breaking ball 我很高興你把它表現得很好 那它還有一個驚喜 就是一直有兩台 爽 我有兩台 黑色白色我都有 然後呢 所以你可以把兩個 然後連動在一起呢 它就有點像 幫你做出左右聲道這樣 然後我現在連線 一起講話好帥喔 我整個靈魂都要被它吸走 我把它放兩邊邊 OK 有了 它突然有一個是 咬咬咬咬 你知道嗎 咬咬咬咬咬 然後想說 哇 看來是要買兩台了 那這台呢 充三個小時就可以充滿電 那如果你大概用這個 60%的音量來放音樂的話呢 它可以連唱九個小時 雖然現在跟我房間的風格不太大 但是我還是很有意願把它放在辦公室 就有一個很bad的感覺 真的喜歡它的話呢 我覺得應該已經直接被它的外型收買 那再加上它的音質表現 還是在水準之上 我要買 我已經有了 這是我的禮物 那真的小可惜小可惜的地方呢 其實也是它最吸引人的光這邊 兩件事 一個就是我自己其實在真空管上 我比較喜歡單柱的那種 但它呢是有點像兩個圓柱 連在一起變成橢圓這樣長形 所以橫看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稍嫌有一點寬 只有正面看的時候是最好看 然後再來呢就是它這個燈效 它是用一個穩定的頻率在變換 它沒有跟著音樂會做一些變化 我覺得啊小可惜 如果它連跟著音樂一起動的話 一定就是更excited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Supernova的笑容都沒你的甜 欸現在8月耶 大家真的可以曬得到8月正午的陽光 喜歡的話不要忘記 按讚這支影片 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留言在底下告訴我 你覺得這台Supernova怎麼樣 大家掰掰